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这是在哪儿 一点儿魔忌都没有 难道 是我受伤了 被人从酒又带出来了 你这孩子 怎么把我的古地剑拆成这样 你可知道他是本主神的 你醒了 我还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呢 长得倒是跟白菊一个墨子里刻出来的一样 你 你 你爹娘叫什么 我 原济 莫瑶吵了你姑姑休息 三伯 三伯 你先下去 我不过是去了九优千年 你怎么头发都白了 九优 白菊呢 你去九优 你去九优 已是六万年前的事了 所以白菊就把本神尊抛至脑后了 和仙凡女子有了这个熊孩子 然后这个仙凡女子就魂飞魄散了 白菊她现在住在苍穹之境 和吴幻的女儿 紧张朝夕相伴 是啊 所以这孩子一直是我照顾的 太多信息了 我简直都不敢相信 元琪 你娘亲长得如何 和你一样 你竟然拿本尊和一介凡仙做对比 真的一模一样 不都对好词了吗 你什么意思 腰神的兵器不够 我要紫月鞭 速帝气匠呀你 三婆给不给吧 我想尿尿 你刚才说 我跟你娘亲长得一模一样 可是真的 其实自打我一生下来 我娘亲就不在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娘亲长什么样子 那我现在可以去尿尿了吗 你管天启叫三伯 以后管我叫姑姑就好 嗯 姑姑真好 你沉睡了百年 可做过了许多大事 一定要好好问问三伯 喂 这里和长元殿没什么两样啊 说好了 只许看 不许说话 不是说好要烧房子的吗 烧房子 我可是堂堂三界主神 是不是 不太地道啊 嗯 那他抛弃你 抛弃我的时候就地道了 听话 嗯 听话 那你是不是也不准备质问他了 六万年了 好多事 我都已经记不清了 这质问 不知该从何质问起啊 那我们上屋顶偷看吧 咱们呀 本身就不是从正门进来的 已经是无理至极 上房顶偷看 那要是被白卷发现了的话 你说姑姑这脸 可往哪儿搁啊 当他抛弃你抛弃我的时候 可曾要过脸面 颜值有理 你干嘛 非白卷脑袋 你不说你不怕他吗 不是怕他 说不清楚 行吧 那你慢慢看 我先走了 待会儿在门口会合 你回来 一会儿迷路了 他 帮我 你在那里 青涩容颜 随着解凌疼 有点害怕 眼中缠绝 如今坐在眉间 今天 天晴应该跟我说一声 我好去秦池宫亲自拜会 何须主神来跑一趟 你我之间 何须这么磕头 数万年时光不见 足以改变很多 不是我想来的 是缘起 那缘起人呢 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不用担心 他经常来 不会跑丢的 他明明 怎么又死你啊 你为什么我偷让你老婆 看我们打死你 放心 他不会吃亏的 一人相赴约的绝恋 这事啊 本次要更衣了 有什么苦烈所以是你 你老婆 我真是想想想想啊 你不想想看我 你在哪儿 看你我 你不想看我 我现在有什么想想看我